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批一个八字女命 她的这个八字是 十日月年大运 兵饮 甲虚 乙卯物成 现在的大运是 今年是35岁刚患大运 好 她的问题呢 是我们看看 什么时候才可以找到工作 因为之前的创业 但不太顺利 之前创业太不顺利 为什么 前一个大运呢 是 看一下 前一个大运是 认子 认子大运 好 我们看看呢 在认子大运的时候呢 她的八字排列的组合呢 是 乙木 生 丙火 生 不土 克 润水 然后呢 地支呢 就是 卯虚和 止水 生 乙木 克 成土 好 所以我们从这边呢 可以知道 她在25岁 这个大运的时候呢 她的八字呢 的天干 是财破运的八字 然后呢 她的地支呢 是 比肩克财的 所以呢 她这个大运呢 其实呢 是不可以创业的 但是她去创业 而且她讲说 现在有负债 什么时候能够改善 啊 所以 不能够创业的大运呢 去创业呢 通常呢 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负债 而生意失败 好 我们看看她现在这个 呃 今年这个 35岁 刚刚换了大运后 她的情况会变成什么 天干呢 丙 心 和 然后呢 只有一个 乙木 还有一个 乌土 然后呢 地支呢 隐害和 尘土 好 所以说呢 她 从这个35岁 就是2022年 大运开始呢 就会比她这个25岁 的大运会好一点呢 因为 她上个大运呢 她是 破财的 而这个大运呢 她是合财的 因为这个害水来把这个乙木合住 而不让她的财 会受伤 所以呢 她当她天干有财 地支有财的时候呢 她的运气呢 就会慢慢慢慢起来了的 所以呢 如果她从事呢 一些有关于 财 的工作 啊 就是说 或者是五行有土的工作呢 啊 或者是跑一些业务呢 因为你有财运的话 有财运就是说 啊 你能够跟人家 谈生意 啊 所以就是说 你的谈判技巧会很好 所以当你的谈判技巧好的话 你是可以从事一些 啊 业务的啊 是可以的 然后 啊 因为你有财运呢 只要你努力的工作的话呢 那么呢 你负债的问题呢 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解决的 好吗 所以不必担心 开始换了这个 三十五岁大运呢 你的大运 你的运气就会慢慢好起来了 啊 但是要注意哦 不好的大运 会有好的流年 同样 好的大运 也会有不好的流年 所以呢 只要掌握得住 哪一个是不好的流年 然后哪一个月份 哪一个时间段 是你的危机时间段的 那么就可以啊 提先预防 提先做好心理准备 调整好心态 然后呢 啊 你就可以去啊 面对他 甚至乎去克服他 而达到 避凶的 最大 效果 所以这就是八字 好 我们这个八字 这次就批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